五一中摸到钢门有转送我 后来我就到县城那个钢门钢厂科医院 在老家县医院让人家那个医生看一下 他就是叫监律师以后 当时有点懵不知道怎么有的 后来他让我激光 激光以后呢不到一个星期左右又长出来了 后来我就到五夕那边一个叫 就专门这个新病抓到医院去看了 那是特地到五岁还是在那边上班的吗 在那边上班的 后来就到那边嘛 后来就是正好那边 他给我做了六次广东历 还中间吃了二细鹿维什么转移鹰子 反正吃了一堆药没用 一点效果没有 后来五一中跟一个同事聊天 他的一个朋友说在你们这边治疗过 后来过来到这边没多久 基本上就发现就没有了 一直到现在痊愈了 对对对对 这么一段时间的治疗叫后面的定期复诊 嗯 现在情况都挺好的 行了那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 反正忌口啊什么都可以放开了 好嘞好嘞 但是个人卫生方面把它注意好 这个好的 如果你们看这个病毒注意好 好的好嘞 反正对医生我到你这边受饭感谢 让我把这个这种东西能去除了 最起码心理应用也没有了 但是你来的时候压力挺大的 很大很大 我当时韩女们怎么怎么有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怎么感染 对因为我不是说 我当时在武器医院的时候 我这个感说 那个我跟医生说我不知道怎么怎么来看了 医生说这个谁都不相信 他都不相信 他都不相信 他都不相信你 他不相信 他说我肯定是ituation 我上次就是 嗯 那不管怎么 但现在终于好了 就你们这就是感谢大家 没事没事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好了吗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想那么多 过去了 那你说怎么讲呢 你说 有的像我们接着呢 也有一两岁的 两三岁的孩子 那你说怎么感染呢 这个真的很郁闷 一点点感染呢 对吧 那行了那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想 但一点好了就行 好的好的 反而放棄呢 跟人温三光妹把她做得好就行 好的好的 好的 那就行吧